要減碳有很多方法 就是用節約能源的家電 用循環再用的物品 不要浪費食物等等 其實有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再走一步 就是開小一點車 改搭公共交通工具 用行路 甚至是踩單車上班上學 為了減輕公共交通系統的負擔 以及推動減碳 政府致力發展綠色運輸 同時推動單車作短途代步 以及改善步行環境 希望實現綠色出行 近年香港首條同事 具備行車道、單車徑 及行人路的將軍澳跨彎連接路 以及全長60公里 由屯門至馬鞍山的 新界單車徑主幹線等等 陸續啟用 都有助建立單車友善環境 會否多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你怎麼看 贊成 支持 我贊成 不開車的話就沒有那麼多廢氣排出 所以就可以減逃 你自己平時在短途的時候 會不會踩單車或行 有 我們馬鞍山都會踩單車進來帶 短途走很多 步行 走就不走 純粹跑過去 你們作為共享單車的營運商 其實你們一共有多少輛共享單車 以及牽涉的範圍會在哪些地區 我們現在團隊管理的大約有一萬多部單車 當中有七成在市面上給市民使用 餘下的就有在倉庫維修 以及備用調配 而我們的主要服務範圍在新界區 以及有單車徑完善的新市鎮 大概會是大埔、大圍、沙田、張軍澳 這些都是熱門的地方 其實市民現在用共享單車的數字 又是有多少 以及在使用共享單車上 會不會有甚麼習慣改變了 每天的話是超過了一萬次的出行 相比起閒日的話 假日的使用量可能會多四、五倍 但是在這幾年的話 大家的使用習慣開始慢慢改變 閒日的數字上升了很多 好像現在為例的話 假日的話相比起平日的話 或者是高1.5倍 那你覺得大家為何會在閒日的時候 用多了共享單車呢 上班、下班時間的出行次數是多了很多 大家都注重多了健康 而另一方面的話 這幾年香港的單車徑的規劃 以及新市鎮的規劃 都是逐漸是單車友善 其實以往市民用共享單車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些為例泊車的情況 你們怎樣去解決 我們都有我們的團隊 以及我們的智能系統 去應付這些維帕數字 如果產生一些維帕的情況的話 我們是會有我們自己的巡邏團隊 去收回一些單車 而我們的智能吊背系統 也都會避免一些過量投放的情況發生 那你們又是怎樣跟政府 互相配合來推動綠色出行呢 我們從2017年開始就已經跟運輸署有商量有合作 最高峰期的時候 我們每兩個星期有跟運輸署開一次會 來檢討市面上的情況 而我們亦都將我們的單車的 限制單車的實時資料 對接了運輸署的系統 大家可以共同監測單車的位置 以防面有亂拍的情況出現 而在剛剛這一年我們亦都跟運輸署 一起舉辦為期一年的 共享可移動工具的先導計劃 給一些合資格的使用者 可以在我們科學園到中文大學站的一段路 可以率先使用一些可移動的電動交通工具 而獲得的數字都不錯 用單車短途代步 不僅是身體力行去支持減碳 其實對於我們身體 也可以做多些運動有很多好處 不說你不知道 一天踏半小時就可以減到四百多卡路里 所以你也不是說不好 不過在路上踏單車 也有很多事情要注意 當初為什麼會選擇踏單車上班 這個習慣維持了多久? 當時是2017年左右 因為有個朋友踏單車準備環遊世界 我們一起練車陪他 之後他環遊世界了 我就覺得我都有些少上的人 就嘗試踏單車上班 在單車出行方面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我想香港還不是一個很單車友善的城市 所以我們作為單車人 上班上學時也做足些裝備 比如跟法例可能有反光板 頭燈尾燈 另外自己戴頭盔保障自己的安全 特別有一班專門單車通勤的朋友 我們通常都有反光帶 以及有倒後鏡 政府在推行單車友善環境方面 你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我希望多些香港的朋友 可以習慣使用單車 其實他之前可能在觀塘海濱 做過一些試驗計劃 都是共融通道 現在在灣仔至中環的海濱都有做 我覺得可以陸續在不同的 這一類公園的地方 類似海濱公園的地方 可以做多些這些共融通道 令到大家都很習慣行人 單車都可以同一時間使用 另外馬路上 其實之前那個2021年改善了的 道路使用者手則 其實已經有保障單車多一些的指引 我覺得其實也做得不錯 想做好綠色出行 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多給點力 推動單車友善環境 不過香港人多車多 在城市規劃上 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但不要緊, 我們一起加油 好, 讓我多踩單車才行